小华兄兄兄兄姐弟的土耳敏 这堆公子在头看起来跟其他的地争没什么样 够了很多落药的这个床 这个地争讲来真不简单 刚才想百年就数字了 上台的地盒是现在这些人知道 还会想走的走贴的基盘 我们那个老人家他已经过世了 他如果现在在的话也一百多岁 就跟我讲说 鼎子我跟你说这堆是我欧的 我旧来的小孩 每次在那里抠抠抠抠 哇他很缅怀 驾底是早期农村社会做新郎旁 当时大家来拉到的五路 他这个基盘正顶头的落药 不知道是多少人的结责 他跟这个 都这样抹抹抹抹到这个阴阴就对了 这些主缘的人不是 不是老的 只说驾底要怎么算 先把老婆来说 两个人会有法导来算 这两个十二岁的基益 无关是坏专还是得专 只要是三个黏心一专 还是说头尾将对方的这个基益 跟包起来就可以吃到一个基益 古早时代是都用枝头 一样用红枕角 不小想 不小想行就只有一个十二岁 那这四个人就差不多全两岁就不行 他这就一定三岁到五岁有 一岁到六岁 一岁去的 二岁不一岁 一岁不一岁 我一岁不一岁 乔和去的'll 来算一下 多一岁去的陛六岁 三岁不一岁去的 一岁去的陛六岁去的浪山 一岁叹丛了 第二岁后面可以来坏心 所以要摔头上 譬如說他這顆如果沒有放 我如果放這顆是想漏尾 放這樣才會有時間 早期有這幾個在說新鮮記憶去吃頂 一來講到驚底是老百姓的簡單五漏 他選擇慶安宮所持當情廟體來中間 以外將這個保障獎百大紀判中心來 出現在這個家庭裡面 透過的報道也讓很多老百姓 中心找回到早期的五漏記憶 臘迷新聞臺音聲 宣華 蔡芬報道 明信心 《明信心者視聴行》